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了因缘法 局部是对的呀 不够全面 你指的这个问题是对的 就是假如我今天无论发生一个什么问题 都是因为我前世八十田里种下了这个因 所以一速即发 所以就产生今天这个果 是吗 对呀 有的时候是预留果呀 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上辈子正好有这个果 到这辈子要爆 有的时候呢 这个果呢 已经爆过了 但是呢 还留得像地震一样的 就是还继续有 留有在你的八十田中 所以碰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它就会发出来 听不懂啊 听得懂 那师父 我们需要怎么去判断是今世造业 还是前世的因缘呢 我就想问问你 今世造业和前世的因缘都是业 对你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啊 没有 好了 都不好 上辈子做的坏事和这辈子现在做的坏事 不是都是坏事啊 明白 重恶不做 听不懂啊 做而不做 终上奉行啊 嗯 明白了